小猪花了12万元买了一套家具,3月份这批家具送上门了,小猪说他闻到了一股很重的味道。 小猪的新房在杭州转堂,面积129方,去年10月他在杭州每客每家买了沙发、电视柜、餐桌等十几样家具,总共12万。 今年3月份家具送到了,小猪感觉不太对劲。 小猪说家具送到后屋里通风快两个月了,抽屉里也都放了碳包,但还是有股味道,为此他在网上买了一款甲犬检测仪,109块钱。 客服表示准确率有95%,外包装上写着甲犬的国家标准,每立方米小于0.1毫克,是合格的。 使用前,仪器需要在空气流通区域空置200秒。 检测以上的数值一下飙升到了0.5左右。 提示高度超标。 小猪说主卧通风不好,味道最大的就是主卧的电视柜。 把仪器放进抽屉里,显示数值是每立方米0.8毫克,提示重度超标。 柜体表面是每立方米0.3毫克,提示中度超标。 他们不认可,他们连浙大冰虫这样第三方的这个甲犬检测机构,他们也不认可。 他们的回复就是,他们指认是一些质量监督局的一个破坏性实验。 但是破坏性实验需要破坏掉家具的这个表面,然后包括这些费用得我们自己承担。 家具是在杭州每克每家前江新城店买的,进店前小猪再次试理一下这款甲犬测试仪。 店门口仪器显示0.09安全范围,进入门店大厅显示0.34中度超标。 小猪随机找了一个茶几抽屉,放进去显示0.46中度超标。 此事由每克每家客服部的前经理处理,他人不在店里。 这个网红的产品检测出来是不准的,不能代表这件事我们的家具甲犬超标。 它只是一个大环境的甲犬超标,像这大冰虫,它都属于大公司了。 而且它这个检测是要把这个房间密封12个小时, 就是12个小时密封以后,然后再进去检测。 检测出来如果说这个值它超标了,它也只能说这个是你这个房间大房就超标了。 前经理表示家具没有问题,小猪用网购的甲犬检测译来检测, 方法并不科学,最多当做一些参考。 另外小猪的新房是精装修胶负的,房间里的地板、墙纸、窗帘等都有甲犬, 什么东西超标还不好说。 前经理认为目前的味道来自木头,所以赠送了除味剂。 小猪提出,因为房间要散味道,额外又要在外租房三个月, 房租要12000,他要求每克每家方面承担。 你说有味道,我们去帮你除味,然后第一次除味除味, 我说你家门,我们多给你散味。 前经理表示,消费者要是还不放心, 他们可以找一家权威机构,给小猪免费做一次全屋除假权。 小猪表示还要考虑一下,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。